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爸爸还习凶 但是呢 当你说他这个是不是猥亵的同时 结果呢 这个法院里面的法官可是判决 有理由认为说这并不构成猥亵 我们待会就带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这个案情情结 看看这是不是一个恐龙司法官 好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节目当中的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好 陈东好 大家好文 胡孝成 大家好 黄光琴 大家好 还有郑诗诚 大家好 好 一开始这个辉文我们就先来聊一下 这个是在新北市永和所发生在一个家庭当中的事情 那这个女生呢 其实她慢慢懂了 那慢慢也比较成熟了 所以从这个外表上呢 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 那问题呢 她的爸爸 对她做这样的事 每个礼拜啊 算是息凶摸凶有五次之多 那这个女生呢 慢慢懂事了嘛 那她其实就有一些抱怨了 结果到学校里面跟老师诉苦 哦 这个时候才发现说事情大条咯 学校里面的老师认为说啊 这个有可能啊 这是猥亵 所以呢 透过的辅导室揭发父亲 而且提告涉及猥亵 哎 后来呢 这个法院里的判决啊 是说不构成有满足性欲之猥亵行为 所以判决这个好奇怪的爸爸啊 判他无罪 可不可以来补充一下你对于这个案情的看法 是 这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长达三年的时间一个礼拜五次 一个礼拜才七天 那你一个礼拜五次 几乎是天天都做这个事情 但是正确的答案 就在刚刚这个你们第一个标题里面 正确答案就在上面 你们第一个标题写说 性骚扰女儿无罪 这个标题稍微修一下 性骚扰女儿是有罪的 所以这个爸爸他的这个 到他现在就是被判无罪 那他如果用性骚扰防治法来判他的话 他会不会构成会构成 我先把这两个部分做简单的说明 就是强制猥亵 就是强制加猥亵嘛 那强制的部分就是你这个强暴胁 你强制他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那猥亵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要有引起信誉的 这个这个是法律的这个条文规定的 应该这个是死的嘛 那我们回到这个性骚扰防治法 性骚扰防治法 我做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就是说不舒服啦 比如不舒服 譬如说我这样摸一下东豪 就是跟他拍一下他觉得不舒服 他就性骚扰 但是那我摸他肩膀 他让法官不会说肩膀 可是我如果摸陈东豪的屁股 可是如果东豪觉得不舒服 那我就是性骚扰的 那你们说弹乳头 这个有没有构成强制猥亵 可能法律上 因为很多法官 他是抱着六把全书在睡觉 像是没有没有强制 可是那性骚扰防治法 会不会构成 会构成 因为女儿觉得不舒服嘛 怎么一直一直弹 我是你女儿 你是我爸爸 老是干这个事情 所以性骚扰防治法会构成 那我举一个例子 来当我的结论 就是之前我们不是看到 那种大卖场吗 人家在买东西 然后就很息凶十秒的 或那种强吻的 那种的是强制猥亵还是性骚扰 如果你回到这个法条的 这个精神来讲的话 性骚扰是很容易构成的 你不舒服吗 你摸我胸部干什么 你亲我干什么 那你如果要再构成强制猥亵 大卖场不是很多人吗 那就回到我们这个案子 就是说那在客厅啊 妈妈也坐旁边啊 哥哥在看电视啊 然后爸爸在那边做那个事情 谈乳头 那这样够不够成所谓的猥亵 强制猥亵这样的话 可能法条上构成比较难 但是如果回到性骚扰防治法 我是觉得这个法官 我前他就说 你如果看这个个案状况 应该是 我觉得可以当庭变更法条 就说这个可能 强制猥亵可能够不成 但是有没有性骚扰的问题 然后就问这个女童说 你会你有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啊 你爸爸这样每次这样对你 你是不是觉得心理很难过 或怎么样什么的 那构成性骚扰 用性骚扰改判 就比较不会有争议 我刚讲那个什么大麦肠摸凶十秒 还有所谓的强吻式国际离仪 这些很奇怪的判决 到了二审都改判了 好 都改掉 都改判有罪了 所以对司法 是不要太绝望啊 就是法条的问题比较那个 好 所以事实上 我们刚刚有讲到就说 这个怪的很奇怪的这个父亲 他是在客厅 那么隔着女儿的内衣 用手指头去戳谈女儿的乳头 那板桥地检署 贞结就医强制猥亵罪嫌 将这个爸爸予以起诉 但这个爸爸呢 他却觉得他这样做没有什么错 他有理由 他怎么辩解呢 他说他之所以会这样子谈呢 是因为女儿穿着白色学校制服 却身穿着深色的内衣 觉得这样不好看 所以才要这样子谈 还有呢 他不仅仅是这样去 有这个谈的动作 他还有捏啦 还有掐啦等等 那么事实上是因为他生气 或者以为他身边睡的是太太 所以才会朝这个女儿的胸部捏下去 光琴我觉得光是听到这里 就已经觉得有点听不下去了 其实刚刚辉文提到这个法条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说性骚的部分 是绝对会成立的 但是我认为说 如果控告的是强制猥亵罪 而不成立 这也有争议 这样 东医师我再重复说 如果你用强制猥亵罪 而在这个案例里面不成立 这也有争议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他所触摸 抚摸跟触弹的 这两个字眼是在 这整个综合评估里面 抚摸这个胸部的那个重要部位 跟你去触弹 这个部位我认为在女性来讲的话 这个部分已经是构成 强制猥亵了 因为我不好意思在电视上讲 如果按照这个综合抛照书里面讲说 被告对这个女孩子 未带有性欲的触碰 在这个判定上 我觉得就有异议了 那个部位其实是 会有带有性欲的一个触碰 那接着就是说 他长期的这个 所谓违背A女的意愿 让案主有不舒服之感受 这绝对成立的 所以他在法条上 他可能就是像惠文讲的就是说 造成你不舒服 那不好意思 那是性骚扰嘛 可是你告的是强制猥亵 所以我们没有其他直接的证据 所以这边判无罪 第二个就是说地点的问题 对 在客厅里面 他这边讲到说 因为他妈妈在 他哥哥也在 所以不可能说在这个客厅 而且这两位 你的亲人在的时候 而发生这种事情 可是这小女孩的陈述是说 从他小时候开始 他父亲就对他有 一再的这样一个行为 而且刚刚这个玉琳 有念到一个比较重点 就是说 你一个做父亲的 怎么可能 因为你的女儿要穿白色的制服 而去计较说 他穿深色的内衣 你就有这个权力 手伸进他的胸部 用抚摸或用触弹的这个方式 对你的女儿做这样的行为呢 这当然是非常不应该的 那我觉得这又是一个 恐龙法官的一个判决 虽然这样可能是在一审 那我要讲就是说 我们最近为什么这么 对司法上灰心 这是一个九月的报纸 我想大家都有印象 一位16岁的智障的一位少女 他被欺民的这个所谓的色狼 他们直接的性侵 最后竟然判无罪 他判定看上面这个理由 就是说他为达不能 这个或不知抗拒的 这样一个程度 其实 你对一位智障的一位少女 你用这样一个评判 我觉得这个对当事人是有失功允的 那今天就是说我们探讨这个部分 我们常讲说为什么会挫折 会感到失望 那今天有一个评论是针对 才刚上任不久的 这个司法院长赖浩敏有一篇文章 他说他却上任不久 他没有对司法的品质做改善 没有要求司法改革 他反而对于司法大楼 我是不是要去争取盖在哪里 我看中一块地 然后如果你不给我的话 他就呛高层的这个元首说 你有没有重视司法 其实我要讲就是说司法改革 它是要重就是说你的人 软体就是说你的内涵品质的问题 这是应该是立于这个优先上位的 结果你今天反而去计较硬体 难不成你们司法大楼一定要盖好了 盖的美美美轮美套 你们司法品质才有做改善吗 所以每次看到媒体这样做一个报导 那每次就说我们不懂法律 法条上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样子好了 这边有一篇这个当初九月的这个 法官被批僵话 那我们就凭这个电脑来 电脑快点 就是我们就看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幸运 虽然这是别人发生的案子 但是我们感同身受 对 我答插一下 因为我补充光琴的案子 其实我觉得法官现在出现问题 讲就是说少写几句 像刚刚光琴提那个案例 那个很明显就是说 因为为什么判 后来判这个说 没有答不能或不自抗讯 因为他要给钱 那给钱的话叫做什么 给钱叫做性交易 你跟未成年人进行性交易 那个罪很重的 那儿童籍少年性交易方式 那是特别法 那个跟那个所谓的强制性交 那个罪是差不多的 那反而应该判他更重 对 所以我要补充的重点是说 法官你们就多写几句说 这个案子虽然 我讲白话 这个案子虽然不构成性侵害 可是构成性交易 请检察官或 那法官需要这里 就是说检察官可以变更起诉法条 那我自己也可以 法官也可以做这个事情 又或回到我们 就法官就太被动了 对 就说要积极一点 或我刚提到那个坛乳头 那个怪老爹那个案子说 虽然不构成强制猥亵 可是恐有性骚扰防治法的 这个违反 你够下两句啊 那也可以判更重吗 性骚扰防治法比较轻 强制猥亵比较重 那我一说你多写两句 大家就不要 那至少不会无罪 对对对对 不会误会 这个板朝地院 其实也有针对这个案件 最新的回应 在今天有发布一个 这个回应声明 那这个里面他就有解释 他有特别强调一点 他就说 因为被告呢 他选择的地点呢 是在客厅 而且呢 有女儿的妈妈 女儿的哥哥都在场 不可能这个 你要去做 什么猥亵的行为 是当着配偶 或其他子女面前做嘛 所以呢 就这样子一个理由 再来说呢 这个女儿有说啊 被告啊 就是他的父亲呢 曾经趁他在睡觉的时候呢 伸手进衣服去抓他的胸部 那结果呢 这个判决啊是说 因为只有 这一方的这个陈述 只有女儿这么说 没有其他任何的证据啊 是可以佐证的 所以呢 这个刚刚讲到的 这个猥亵也就不成立了 东浩也觉得这样合理吗 这个法官完全是 聚力在法条上面 简单讲 如果你看整个案子的话 他在客厅 我们先从客厅那段讲起 客厅是一个家庭里面的 私密的地方 外人是进不来的 可是呢 只有家庭成员可以在里面 如果今天不是母亲跟哥哥的末世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所以法官 其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还有 骚扰的下一步是什么 是会升级的 是 所以你在看这整个判决的时候 反正法院这个 你就会觉得 法官很匪夷所思 到底是在保护被害的人 辅导这个未成年的少女 保护他 还是在保护这个爸爸 在一个家庭里面的关系里面 我们知道父亲是很有威权的 他是有个权力关系的 家族里面的其他成员 会出来指责这个父亲吗 会去作证吗 还是会帮这个父亲讲话 法官全然没有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 所以你在他的判决书里面的说明 这算是不够的 我相信检察官会上诉 那 刚才辉文也讲到 其实应该要变更法条 其实法官也有这个权力 可以做变更法条的事情 对 可是真正严重的是 你看到那个法官 完全均匀在文字法条上 完全没考虑到一个当事人的状况 是 所以 为什么法院变恐龙 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这种事情 会发生在板桥 也发生在其他地方 事实上这一年 今年一年里面 你看到太多类似的案子 很多都是弱智了 你没有喊不啊 没有喊不要啊 或者讲得不够清楚啊 太多了 从高雄台中到台北板桥 太多了 对 然后我们刚才光景也讲到 结果我们的拉昊明院长 嗯 现在什么 先真谛 是啊 拉昊明院长可能没有注意到 因为未来台湾高检署 台湾高检署要搬家了 未来的整栋的司法大楼 这个百年建筑啊 全部都是司法院 嗯 跟高等法院在用 你有很宽敞的空间 先帮国家省省钱吧 哈哈 我们讲到这个恐龙法官真的很多 大家想想看你还记得多少呢 这之前有的案子 我们大概呢 列了好几个 其实竹坊不及被载哈 但是大概看几个 你大概就会唤醒记忆 有一名嫌犯 他性侵六岁的女孩 检方求刑七年十个月 可是高院的却说 没有违反这个六岁女童的意愿啊 就轻判三年两个月 还有一名男子性侵三岁的女孩 那么女童哭喊不要 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居然是说 这个女童这样喊 没有办法去证明是违反她意愿的 发回更审 不要是什么意思 难道法官不懂吗 料性嫌犯性侵两岁女童 更二审法官以女童 记错时间为理由 就判她无罪了 几乎都快要念不下去了 这个笑诚 怎么来看我们的这个法官 其实说真的 你看我们常常在这边去 检视他们的行为 而且之前不是这个网友 也都有大规模的这个联署吗 说要废止这些法官啊 可是你看法官法好像最近 又没有被提到了 要约束法官 怎么约束呢 那还是一大堆的这个恐龙法官 给你看到这样子的判决啊 因为在台湾的话 念法律的确是 我们讲说是一个 算社会中的一个精英 那有时候他们因为 书念了太多的时候 他们就会拘泥在这种 法律的这种支持上面 然后忽略到所谓的一个证据 跟那一个整个犯案过程 他们的一些重要的 一些元素在里面 那前面也提到很多 我是觉得现在目前法官 最普遍缺乏就是对于 谁的女性的一个身心权的 这样子的一个观照 另外还有什么东西 就是两性评权这个问题上面 虽然他们认为就是说 我们今天就是法律上面讲说 有意愿或有 有否为期意愿 有没有 以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来做一个标准 你刚才前面提到 那几个案子的话 现在目前高院都 前段时间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这种案子的话 还没有 不可以清判的 都要七年以上 他已经做一个修正 但是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 永和的这个怪霸吧 这个所谓板桥法院的 这样的一个判决 我看了之后 我就觉得蛮好笑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 他一直在强调一个 所谓的一个 就是所谓的父亲 他并没有所谓的 猥亵之犯意 但是问题是 他却一直没有在讲到说 那女生呢 有没有觉得舒不舒服 对 有没有发觉 他缺少了这样的一个提论 这个是什么东西 他讲说 如果有猥亵之意的话 就应该会在 那个隐秘的地点犯案 哎 拜托 法官你第一天当法官吗 你有什么都看过什么 什么叫隐秘地点 然后什么叫公开地点 这很好笑 这个就很好笑 你居然去把它给区隔出来 就界定了所谓的客厅 是一个 是一个所谓的公开的地点 公开的地点 感觉还是就这样讲嘛 对不对 这是蛮奇怪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 这里没有讲到就是说 当然他是以根据那个 新北市的一个 那个家暴性侵防治中心的 一个综合报告 他说 他这种所谓的 他的父亲是未带有性欲的 一个碰触 你不能够以这样的一个报告 为一个依准 而是法官你自己本身 要一个独立审判 我们大家不是在讲吗 每一次我们讲法官的时候 法官讲说我们是独立审判啊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样子来讲的话 在独立审判的时候 都没有在独立审判 是这个是觉得最大的问题 那反过来 我们就看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女儿犯错的话 父亲每天 一个礼拜打 就谈五天 你谈五天的话 这已经不构成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举动吗 这个已经过当了嘛 那反过来我们来看 那我是法官 所以我会问那 父亲犯错的话 那是不是全家来谈父亲 哪里 这也是蛮公平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很多事情 法官的话 你不要过度拘泥 在这文字上面 因为你反而就忽略到 真正的你法律上面 赋予他这个文字的精神 好我们待会谈恐龙法官之外 再来讨论的是恐龙检察官 马上回来